你的根在哪里 每一个人要去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的根在哪里 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问问你自己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OK 对 一年 对 我想这样的情况 大概有很多的艺人 都是这样的情况吧 很多资深一点的艺人 一方面自己年龄也大了 而且你看看台湾写的剧本 老实说我们的剧本 多半偏重在年轻人身上 当然这个无可厚非 这个世界本来就属于年轻人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 还有这么多的观众 他们的身心灵 怎么样得到安慰 怎么样得到一些鼓励 很重要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人是智慧的象征 但是我们这个社会 好像只关注一些比较新的 比较年轻的东西 忘了一些 真正 有一些东西是无价值宝 是用时间 岁月累积下来的一些 很珍贵的结晶 这些东西 往往被 这个社会忽略掉 以至于我们这个社会 今天是这个样子 明天就是那个样子 好像不断的翻新 说起来很好听 很有生命力 但是 这反而是没有生命力的 很难生根 我觉得我们当今这个社会应该要考虑的 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根 你的根在哪里 每一个人要去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的根在哪里 而不是一直往那个看不到的未来去看 你要看看过去 你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 像电视来讲 它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橱窗 什么是我们的特色 我们经常在讲台湾 台湾主体意识 我们的本身的特色 我们特色在哪里 谁可以说得出来 民主吗 我们真的民主吗 各位摸的良心 对不对 我们真的自由吗 我们真的富裕吗 我们真的是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吗 不是 显然不是 大家要去思考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问问你自己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OK 如果你觉得过得不好 是时候该改变 如果你觉得很好 继续 你保持原状 OK 大家都在讲说 保持原状 保持现况 对不对 现况 谁保持了 谁能够保持 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持现况 我们只有不停地流向 沉沦 或者是往上提升 没有一件事情是在那边静止不动 你觉得你在上升还是在沉沦呢 如果你不想继续沉沦下去 赶快想办法改变自己吧 改变我们这个社会好吧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